《安息日》 欢迎大家一起研究《安息日》学科 在我旁边有Kurtis 长老 Asa 长老 以及奇牧师 今天我们研究的题目 就是《从斗争到胜利》 开始之先 请奇牧师为我们祈祷 请大家一起低头闭目 我们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 当我们来到诞书 美美的几章的时候 我们恳求神的灵系和我们同在 让他们智慧 让他们的智慧 让他们误性去明白 去了解 好叫我们得着 神祢所要启示我们要明白的地方 好叫我们为我们永生做最好的准备 愈祢与我们同在 我们感谢天父祢 听我们祷告奉基耶稣名 敬心所要启示我们 我们研究的就是大议理书的第十章 这个异象其实是延伸到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我们从一开始 我们又知道 这个异象是关乎一个大斗争 这个大战争记载在大议理书的第十章第一节 虽然大议理书的第十一章 就展现了这个战争的一些细节 但是在大议理书的第十章一开始就讲到 这个战争是一个属灵的层面上面 也都揭示了在这个地上的战争或者斗争 其实是牵涉到宇宙的属灵战争 我们研究大议理书的第十章 就会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在参与这一场宇宙的争战 也都是为我们带来了非常之深远的影响 在这场战争里面 其实我们是势孤力弱的 但是感谢主 有耶稣亲自作我们的领军就不同了 因为这场战争 耶稣带领着我们 耶稣已经为我们击退了魔鬼撒旦 我们看到这个终极战争的对象 其实不是世界上人和人之间的权力斗争 而是一个黑暗的权势在里面 正如在弹尔尼之后 好几百年之后 在这个新约的时代 在早期教会 司徒保罗就很清楚地 告诉我们 他说因为我们不是和 这个属血气的争战 乃是和那些执政、掌权、管核 这个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这个是记住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十二节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斗争当中 这个善恶大斗争当中 我们能够成功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 是胜过了魔鬼 所以在《弹尔尼书》的第十章第十九节 就说 但蒙眷爱的人 不要惧怕 愿你平安 你总要坚强 我们可以看到 弹尔尼听到 这个保证的声音 也是向着我们今天现今的基督徒 所发出的声音 我们总要刚强 我们看到《弹尔尼》他金色祈祷 今天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借着金色祈祷 与上帝与我们主耶稣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请凯特斯长老和我们讲一讲《弹尔尼书》的第十章一至三节 先读一下经文 第十章第一至三节 这里说 波斯王古列第三年 有时显得称为百提沙沙的弹尔尼 这事是真地 是指着大增箭 弹尔尼通达这事 明白这意仗 《当那时我但以你悲伤了三个七日》 美味我没有吃 酒肉没有入我的口 也没有用油 没我的身 直到满了三个七日 他这里没有说到他禁食的原因是什么 但他的所谓禁食也不是完全没有吃的 他只是美味没有吃 他是有限度地 就是让自己不要 因为吃饱了就很满足很安心 他不是这样 他可能只是禁键了某些食物 或者可能是某些份量等等 但是他是让自己的心意 显然在自己身体的情形上 但是是为什么事这样说 为什么事要做这个禁食 他是很明白是有一个大争战的 但是他是没有说那个大争战是什么 但是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圣经的其他的 《诸先马迹》和一章里面 在第二十节就说到 有波斯的魔军 之后有希列的魔军 哦 如果我们从这些的《诸先马迹》那里看 就很可能是因为 但以你纪念那帮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人 波斯、黄古列 那帮弟兄是否正在平安 还是受到攻击 还是受到压力 他不知道 但心里面很有感动 要为他们祈祷 于是他就禁食祈祷 为了这件事禁食了三个七日 但以你为了他要明白这个异象 他的心当然不太受 所以他禁食了三个七日 结果是怎样呢 一会我们再看下去 但以你所挂心的事 正正就是发生在耶路撒冷 将会重建 将会 圣殿 能够恢复他的祭祀 那些事情上 但是这件事 不是那么容易成就的 我们看回 《以斯拉记》第四章 第一至到第五节 记载了当时要完成这件事 是一件不是简单的事 当然 这个时候不是 但以你同时发生的事 是以后才发生的事 不过我们看看他的挑战 那种严峻是去到什么程度 在《以斯拉记》第四章 圣经是这样记载的 由大和变雅敏的敌人 听说被老归回的人 为耶和以色列上帝建造殿羽 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 对他们说 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 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上帝 与你们一样 自从阿瑞王以撒哈顿 带我们上这地以来 我们尝祭至上帝 但所罗巴伯 耶稣阿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 对他们说 我们建造上帝的殿 与你们无干 我们自己为耶和以色列的上帝 协力建造 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 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 是他们守法远 扰乱他们 从波斯王古列年间 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登基的时候 绘买谋事 要败坏他们的谋算 这里所以我们看得到 就算以后他们有机会 重新建造圣殿和建造耶路撒冷 他们其实都面对着一个很大的挑战 虽然皇帝落命令叫他们做了 是不是一切都顺利的? 不是的 在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的地方 虽然犹太人回来 但是那地方原来已经被亚瑟王 放在其他民族建造的地方 而那些人知道犹太人要回来 回来干什么? 建造耶路撒冷 建造圣殿 即是说当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 他们回归之后 有回了他们的首都 有回了他们的圣殿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什么? 更多的犹太人回来 犹太人一多 自然就影响到哪些人? 外邦人 影响到内邦人 这些外邦人也很狡猾 他们这些犹太人 初初回到耶路撒冷 建造圣殿的时候 他们甚至说 走过来干什么? 帮忙 大家好朋友 大家都敬拜上帝 我们一起你也做 幸好当时候 犹太人的领袖 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来 其实未必一定是帮忙 可能是当中搞破坏 所以他们拒绝了他们 一拒绝了他们 你就看到他们的真面目 就跑出来了 为什么? 当拒绝了他们之后 犹太人自己在着手 建造耶路撒冷 建造上帝的殿 他们在做什么? 破坏 破坏 搞搞阵 骚扰他们 令他们失去了精神集中 甚至乎找人告上去 说他们这帮人在搞搞阵 告上朝廷 希望皇帝转变心意 阻止这个工程 你看得到 上帝的子民 善良的势力 当他们要建造他们的工程的时候 魔鬼会在背后做什么? 破坏 破坏 对不对? 但以你和其他上帝的子民 同样 无论在什么时代 在什么地方 总而言之 他们要在集极力量 为上帝做回事的时候 或者要实行上帝旨意的时候 上帝的敌人 他们会怎样? 他们会搞破坏 对不对? 从起初的但义书来一章 又说回到但义书来一章 里布加尼萨正正是和谁呢? 对着干 耶路撒冷 对着耶路撒冷 对着干 对着上帝对着干 对不对? 这里也是一样 那些恶的势力和善良的势力 也是对着干 但义书我们现在来看的 第十章 里面所说的但义书的经历 也是一番同样的事 人是软弱的 但是要靠谁帮助? 靠上帝的帮助 靠上帝的帮助 这里我们看到 但义李禁食祈祷 第十章十二节 会说到结果 他说 但义李啊 不要惧怕 因为从你第一日 尊心求明白将来的事 又在你上帝面前 刻苦己心 你的言语已蒙英韵 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 这里好像很美丽 但义李祈祷 上帝就听给他 真是很值得我们鼓舞 也值得我们很兴奋地去学习 但问题就是 其实不是经常都这么好 很多时候我们都发觉 祈祷得不到上帝的谁听 这里我想大家看一看 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一二节 到底是什么原因 令到有时候我们的祷告 是得不到上帝的谁听 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一二节 耶和华的秘镑 并非缩短不能拯救 以朵并非发尘不能听见 但你们的罪业 使你们与上帝隔绝 你们的罪恶 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原来有时候我们的祷告 得不到上帝的谁听 并非因为上帝的问题 问题在我们自己里面 因为我们有罪 我们讲到 有善、恶之间的大斗争 上帝是善 祂不能与恶并存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是有罪 有恶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是不可以 将我们的祷告 不可以向上帝祷告 因为我们的祷告 是去不了的 那情况又怎么办呢 其实上帝真的是 给我们满有恩赐联敏的 在《约翰一书》 一章九节那里 一章很熟悉的经文 这里怎样说到呢 他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使剩我们一切的不义 上帝知道人软弱 但他说 你认吧 不要死撑 不要要面子 你认就可以了 于是 如果我们发现 我们真的有未认的罪 上帝真的不可能 听我们的祈祷 因为罪和无罪的上帝 是不能并存的 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诚心感受到自己有罪 然后我们认罪 上帝一定会赦免 那最后的结果又是怎样呢 我又想看肥立比书 四章第六和第七节 这里说到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藉着 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女 保守你们的心怀疑念 当我们已经和上帝和好 将我们有的罪 认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坦言无据的 来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他说 你不用担心 你认了罪 你就来祈祷 你将你要的东西 跟我说 你也向我发出感谢 因为知道我是爱你 我是满有怜悯的 我一定会听你的 这样的时候 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便会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之前说过 为什么借着耶稣基督 因为他承担了我们的罪 上帝便会通过耶稣基督 将我们一切最好的东西给我们 使我们心里有绝对的平静 所以 弹以理的祷告 是很美丽 也得到英文 但是这个经验 不是局限于弹以理 你和我都可以得到这个经验 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 我们看到 在弹以理书里面 提到一件事 就是一个大军 究竟 说什么呢? 现在我首先 请Kurtis长老 跟他们讲一下弹以理书第十章 四到九节 接着又提到大军 先读一下经文 第十章四至九节 这里说 清月二十四日 我在稀底结大河边 举目观看 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 腰束污发精金带 他身体如水仓玉 面貌如闪电 眼目如火把 手和脚如光明的铜 说话的声音 如大众的声音 这意仗唯有我但以理一人汉见 同着我的人没有汉见 他们却大大战惊 逃跑隐藏 只剩下我一人 我见了这大义仗变 浑身无力 面貌失色 毫无气力 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 一听见 便面伏在地 沉睡了 这大军刚刚出现 他在意仗当中看到 但他见到这个意仗的时候 他算是什么状态呢 是一个贫死的状态 毫无气力 面貌失色 手脚无力 趴在地上 甚至沉睡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首先再看回大军 大军刚刚读完一次经文 你最记得的形容词是什么呢 如果我自己记得的就是 面貌好像闪电 眼目好像火焰 或者手脚好像烧着的铜 全部都会发光 但是他竟然第一句见到的呢 就是说 他身穿细麻衣 腰触污发精金带 才轮到 身体如水仓玉 面貌似闪电 眼目如火把手脚与 光明的铜 说话声音 好像大众的声音 其实这些形容词 待会我们 奇牧师也会和我们分享 但是 是不是很奇怪 你明明看到那些是发光的 见到一个人 如果他周身都发光 你就先看他的衣服 这件是细麻衣的衣服 腰触污发的精金带 是不是很奇怪的看法 你竟然先看的是这些 不是先看其他发光 很吸引你的 吸引眼球的东西吗 记得 阿当夏娃犯罪的时候 上帝是用皮纸 给他们做衣服 遮盖他们的身体 就是遮盖他们的嘴 但是上帝 他是不需要用衣服 来遮盖自己的嘴 如果他穿着衣服 在身上 或者是突显他的慈爱 可以这样说吗 其实上帝最希望我们 一眼看到他的 就是看到他的慈爱 比如摩西要见到上帝 他说我很想见你 我很想见你 上帝说你不可以见我 你真的想见我 可以 我把你藏在一个山洞里面 然后我会用我的手 遮住这个山洞 然后将我的一切的慈爱先 不是将我的荣耀先 将我的一切的慈爱 先在你面前 经过 用尽了我的所有的慈爱 是让你感受到我的慈爱 你不要因此而被毁灭 然后我才收回我的手 让你可以看到我的背部 所以圣经说 人非圣洁不能见上帝的面 所以亚当夏娃 他本来是每天都见到上帝的面 但是圣经按过之后 不能再坦言无据地去到上帝的面前 你去到上帝的面前 就击杀这些罪 就连人都击杀了上帝 是爱罪底下的那个人 他不愿意人就这样被击杀 于是就将亚当夏娃 赶来这个伊甸园 要离开我的面 离开上帝的面 其实上帝是恨不得 要去到住在人的当中 能够与他日日见面 因为上帝爱世人 这句话上帝说得出来 不是假的 上帝既然爱世人 他是恨不得人 能够去到他面前 能够与他永远同在 在这里 我们看到《弹义利书》 他提醒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就是一个叫预备的功课 因为《弹义利》十章一开头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件事 就是《弹义利》在异象里 他知道有一件事发生 是什么事? 就是一个大真战 对不对? 这个大真战 他本身上帝给《弹义利》知道 不只是给他知道这么简单 而是给他知道是要做准备的 而这一大真战 之前我们也说过 是一个熟灵的真战 是善和恶之间的斗争 那你和我能够在熟灵的真战上 做什么准备呢? 《弹义利》在异象中 知道有一件事 而他所见的就是为他做足准备 他看到什么? 《弹义利》第十章 《弹义利》第四节 他说到 他在河边见到有一个人 身穿世麻 依腰速污发精金 他身体如水仓浴 面如闪电 眼目如火把 这个形象 你想象会是什么形象呢? 真是一件很名牌子的世麻外衣 然后戴着一条 什么大牌子创出的金带 然后眼睛周围发光 是不是这样呢? 这些完全是人 用人可以用来描写的手法 表达当时但以他所见的景象 但是简单来说 其实不是真的 但以你看到白色的衣服 黄金的带 是 可能是有一些这样的东西 但是最重要的所表达就是 那种的荣美 那种的 特别像我们说的小麻衣 和金带 你知不知道哪些人的服饰是这样的? 祭司 祭司 他本身是带着有祭司的身份 他希望大家可以明白 原来有祭司是为我们做一番的功夫 正如以前曾经有战事出现的时候 有一个例子就是约书亚的时候 记得约书亚要打仗 他就很害怕 结果他遇上了哪个? 遇上了一个天使 手里要拔出来的刀 对面 他遇见这个不是普通天使 他约书亚问他 你来做上帝那边 是帮我们的 还是帮敌对我们的 还是帮敌人的 那两个都不是 可以来做什么? 做远帅 耶和华的大军的统帅 没错 军队的远帅 他所遇到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天使 那是谁? 那是上帝他自己 耶稣很可能就是神子 他要来亲自的领兵 带领他们去面对他们的敌人 好了 来到末日的日子 末后的日子 我们都面对着一个善恶的斗争 你会想着 我们都要去应付这场仗 我们应付这场仗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就想 死了,行不行 我们这样有问题 那样有问题 又未可以背了整本圣经 那如何来应付末日的大战争呢? 但是圣经里面 他告诉你 是谁帮我们打一场仗? 耶稣 是耶稣帮我们打一场仗 所以他在这里 但以你看到的异象 正正就是神子耶稣的出现 而他是以一个祭司的模式 祭司就是做中宝 帮助我们和上帝之间作为桥梁 把我们一切的需要 带到神的面前 在这个景象里面 我们可以想象的是 上帝其实是要来安慰哪个? 安慰弹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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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接也要安慰我们每一个 是吧? 但你知道当时他多少岁? 很老 很老 差不多九十岁了 九十岁他还要为他的本国之民 上帝的圣承 去担心那么多事情 怎样够力? 你想想你九十岁 你会做些什么? 啊 去打一场球 踩几个圈圈 是吧? 可能你会可以的 现在大家的身体状况也不差 但是以往的日子不是这样的 可能但你能够活到九十岁 也很难得 一个这样的路人家 他面对着这么多的需要和挑战 但是谁出现帮他? 耶稣 耶稣出现帮他 虽然他面对的是什么? 他面对的是他每一次 一听到这些事 他心里都感觉到圆弱 二象出现 他就变得怎样? 没有力 是吧? 结果是谁支持他? 耶稣 耶稣支持他 你再往后看下去 你就会看到 他说他软弱无力 他怎样怎样 结果呢? 那个 有只手就是来摸他 有只手来扶他 是吧? 接着他可以说话 又可以站起身 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所以在这里 正正提醒 告诉我们 在这一场善恶斗争当中 我们 其实真的很软弱 不过 我们的软弱 正正是 给谁能够参与其中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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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们所要倚靠的 就是这位上帝 刚才奇木斯 你提到一件事 我觉得很有趣 我经常在想这件事 就是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 这件事 我经常在想 在我们的生活中 就好像我们在玩 麻鹰捉鸡 大家小时候也有玩过 那只母鸡在前面 那些鸡仔躲在后面 麻鹰就要捉它们 其实耶稣基督就是这只母鸡 我们每一个 只要在后面跟着它 耶稣基督挡了那只麻鹰 是捉不到我们 但是条件就是 我们一定要跟贴 跟贴这个母鸡 还有 它转左 我们转左 它转右 我们转右 所以麻鹰捉鸡仔 就给我们一个好的 一个啟發 确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要很贴地跟从耶稣 要跟着它的方向去走 还要跟着贴 我们就可以抵挡魔鬼的攻击 在大印尼书的第十章 开始 我们看到大印尼书 看到一个很荣美的景象 这个天使 这个大能的使者 他和这个约书亚所见到的 就很相似 而我们看到约书亚 看到一个来做圆祟的 他怎样跟约书亚说 他说 你要脱下你的鞋 唯有看到上帝 上帝临不在的地方 就是圣地 而这个也是一个 荣美的天使 当大印尼看到的时候 可以说到 尘身软了 沉睡无力 但是上帝差派一个天使 来安慰他 那天使如何安慰他呢 我们请Kurtis长老说一下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经文 因为譬如当时耶稣 他去周游四方行善事 去医病 赶鬼的时候 都是一次的 你一次按手在病人身上 鬼就出去 病就好了 热就退了 断手断脚那些 即刻就好了 眼睛就好了 吩咐一句话就可以了 为什么这一刻 要按手三次呢 他说 在第十节 十章十节 即当 但以利 复复在地上 他说自己沉睡的时候 他还是有感觉 他说 忽然有一只手 按在我的身上 使我用膝和手掌 支持微微 执起身 接着第二次 再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就可以说一下说话 接着第三次按手在他身上 他就可以有力气 有力量 为什么要这样 要分开做三次呢 如果你是一个病人 见到医生 你是龙精苦慢的病人 见到医生的话 就说 我何时出院 是醉得一句 或者是药要怎么吃 行了 我会按时吃药 有事再找你 但是如果一个昏迷 觉得自己很虚弱 直接是不知道 还能不能够 见到明天的太阳 的病人 的话 当你见到医生 当你在这个分岁当中 突然间醒觉一点的时候 你很想 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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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想表达些什么 但你很想 得到一点点的帮助 能不能够靠着医生来呢 但如果医生不来 你只是见到你的亲人 那你就交代新鲍士了 但是你看到他是医生 最能够帮你的那个 最想帮你的就是他 他说 你禁食了这个三个七日 他就是 这个波斯摩根 就阻拦了我二十一日 就是这个三个七日 你在禁食的时候 你在祈求的时候 我就已经想 非是想跟你 说给你听 又要发生的事 要想帮你 要想解采给你听 不过 波斯的摩根 抵挡我 我早来到 就说些不好的消息给你听 所以他就 死命忍住 到这三个七日 完了之后 才来见你 要将个好识 告诉你 原因是什么呢 他 这两个 祈祷者 和听祷告者 是帮助者的身份 他们是要接触的 就像我去比赛 我后面有啦啦队 啦啦队 就是我的支持者 我在跟波斯摩根打架的时候 然后有人为他们 为这件事 禁食祷告 我们的心是连结在一起的 其实上帝是最想 跟人在一起的 不过我们很多时候 跟上帝的距离 是间开了很久 自己都不觉 所以哪怕是以色列人 他们见到摩西 四十天在山上 跟上帝见面的时候 回到来 面发光 为什么不是怕上帝 而是怕摩西呢 他们是怕上帝的 他们怕上帝 还是有分别的 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 三次来接触这个弹以理 让他一次一次地 变成有力量 所以他第一次 他微微地可以站立起来 第二次呢 说到说话了 说到说话呢 如果我们很久都说不到说话 我们一说说话的时候 会说什么呢 可能就会 哎呀 终之说到话了 很惨啊 那时候失声 会放负的 但是 圣经中有一个人物 他又是 没得出声 直到他的儿子出生 那个是杰迦利亚 那不是杰迦 是祭司杰迦利亚 因为天使 加伯列跟他说 你要生个儿子 蛤 我这么老都还生儿子 有没有搞错 我是谁 我在上帝面前侍奉的加伯列 这样跟你说 你竟然误信 好吧 你不能出声 接着到他真的出声的时候 他那时候不是放负 他是要感谢上帝 能够出声 接着 天使第三次来摩这个弹以理的时候 给他力量 其实他需要这个力量来做什么呢 是为了什么要给他力量呢 哦 原来是很重要的 这次他虽然有个斗争 但是你看看第十一章说什么 第十一章 其实原来跟第十章是连在一起的 第十一章才说 又说 当马代王大利汪年我曾起来 扶在米加勒西去坚强 现在我就将真是子是你 于是一路就说南北王的战争 哇 这些是很复杂的东西 哪怕是我们现在看也好 都要用很多心机 心血 精神 究竟哪件是哪件 前后次是什么 什么时候哪一个人是什么 我们看一次都很辛苦 上帝要将真确事告诉但里 他在软弱的情况 在禁食的祈祷的时候 在见到上帝的荣耀 甚至自己去到贫死状态的时候 不得到上帝的帮助 不得到上帝的力量 是不得的 不过上帝是愿意给他知道 因为这个是他的喇喇队 是他的朋友 其实但里里那时候也九十岁 你知道和不知道是哪个事情 都是要这样发生的 是谁要让事情继续发生 不要是但里里 不过但里里在九十岁高龄的时候 好话不好听 他还要八卦上帝的事情 他是因此而写出但里里书 上帝将这件事都交给他 让他写下来 让我们知道 原来一切的事情 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 所以要给他力量 要来这里 亲自安慰他这个年老的仆人 他这个年老的仆人 看着耶路撒冷的光景 是不知怎样的时候 让他带着盼望和喜悦 知道上帝是有参与其中 在《大义里书》的第十章里面 所讲到的 其实是一个大斗争 善恶之争 是熟灵的争战来的 我们其实是很软弱的 刚才Kurtis长老提到 天使接二连三去苦摸《大义里》 加添祂的力量 我们看到上帝是借着祂的使者 来帮我们 所以其实这个大斗争 不是我们靠自己去做 有天使 有耶稣基督亲自帮助我们 像我们看《大义里书》的 第十章第十六节就说到 他说不料有一位 像人的摸我的嘴唇 我便开口 就站在我面前的就说 我主下因见这异仗 我大大受苦无弃力 接着第十八节又说到 有一位形象像人的 有摸我使我有力量 原来这个苦摸是让我们得到力量 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我们有没有感觉到 上帝与我们同在圣灵的苦摸 touch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够重生得力 在十九节说 他说 大梦眷爱的人不要惧怕 愿你平安 你总要坚强 他一向我说话 我便觉得有力量 就说 我主请说 因你使我有力量 愿他们每一位基督徒 都能够有主加添他的力量 在此我亦想请奇牧师 和他们讲解一下 这个属灵的大斗争 在此我们看到的图画 但以利他了解了这个异仗 了解了这个异仗之后 他所经历的 或者他所明白的心情是如何 在此 似乎作者 但以利他想表达一件事 提醒我们末后的世人 我们面对大斗争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有的态度是如何 不过我们说到我们的态度之前 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大斗争 那种的情况是如何 在第十章这里提到这个大斗争 是这样描写的 在第十章第二十节 他说 你知道我为何来见利摩 现在我要回去 与波斯的魔君争战 这个和他说话的 他没有很清楚表达他是一个什么身份 但是和之前出现的 在那个河里的那位 穿细麻衣 戴金带 全身发光的那个 是否有关系呢? 你自己去传摸 若是这位人物的话 或者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也好 他来到是要将讯息 告诉你 但是是否很顺利呢? 不是 不是的 原来他当中是有很多的 善和恶之间的斗争 在之前你看得到 第十章第十二节那里 他就说 但以利亚不要巨派 因为从你第一日 专心寻求明白将来的事 又在你上帝面前 刻苦己心 你的言语已无英文 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的 是一位使者被上帝派来 来接触弹以利 但是 虽然是上帝派来的 是不是? 一下子就可以达到弹以利那里 不是 又不是的 看得到 圣经记者说 弹波斯的魔军如何? 如何? 难了我 二十一日 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加利 来帮助我 我就停留在波斯珠王那里 上帝派使者来帮弹以利 但是也被哪个阻拦? 波斯的魔军 波斯的魔军阻拦 可想而知 有些人会觉得 上帝有什么会阻止他? 是吧? 我们会想 没有什么阻止上帝 但是 偏偏不是这样 原来善恶的斗争 不是在乎上帝的能力 善恶的斗争 与人的反应也有关系 上帝想不想来波斯珠王 认识他? 想的 是否一下子 他就立即认识到上帝? 不是的 就算他认识到弹以利 在梦里见过上帝给他的大象 在金像的事件里 他见到神子 是否即时即刻 会和上帝合作? 不是的 而是 都要经过一段时间 上帝要等到合适的时候 各样东西在一个适当的位置 或者是大家都有了解 有做好准备 有充足的理由 来接受和拒绝 然后上帝才能造成他自己的工作 即是上帝的旨意和计划 是按着有些人的状况和需要去成就的 就算弹以利他这么热心 这么想去寻求上帝也好 上帝也不是即时答应弹以利 他要等其他人 他们有适当的反应之后 上帝才把一些事情实现出来 即是人接受好拒绝好 上帝也给足机会去做决定 而且也不是对着一个人去做 是很多方面一起的配合 所以这里说到波斯的摩军 在我们所看的图画当中 无论是第二章的大象 第七章的那四日寿 第八章的那两只羊 里面都是在表示力量的出现 而这些力量的出现 其实某个程度上是跟谁对抗 跟上帝对抗 他们的反应是可以足以阻碍 因为上帝一些行动的决定 而上帝不是因为他们而受到阻碍 而是上帝希望给足机会 他们去做反应和做决定 而这里虽然弹以利 他很诚心在神面前懇求 但是也会因应周围的人 他们的反应在适当的时候 上帝才会回应人的懇求 而在这里你看到 不单止上帝要应付博士 还要应付什么? 希腊 希腊 每一个势力的起来 你会说这些是政治势力 但是不要忘记 在古时候 他们这些政治势力 很多时候跟拜哪个神都是有关系的 正如尼布格尼沙王带他自己的神 来到耶路撒冷挑战上帝 对不对? 表面上是谁赢? 尼布格尼沙 但是事实但耶路撒冷写 就告诉你一次又一次 最终是谁赢? 上帝 上帝那边赢 这一道他正正告诉人 人面对的事是软弱的 但是神在背后是在支持人 而且是由神去掌控 而最终是得到胜利的 所以这个斗争 无论多么惨烈也好 但是弟兄姊妹 放心 是否你和我去应付这一场仗? 不是的 神是会亲自的去处理 而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当我们感觉到圆弱 感觉到有需要的时候 谁来扶持我们? 耶稣 耶稣来扶持我们 神来帮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守远 也不要放弃你自己的岗位 总要站在上帝那边 因为神的知识 定下来 他就一定要成就 而在过程当中 我们很幸运 上帝邀请我们来参与 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在神的知识当中 我们有份 而在对抗罪恶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很清楚自己 可以站在上帝那边 我们常常不知道 我们要战斗的对象有多可怕 我们常常听到 牧师传道人说 耶稣已经战胜撒但 所以你们靠着耶稣 都会得性有余 但我们有没有掉以轻心 其实撒但是很强劲的 撒但是明亮之星 早晨之子 撒但在他受造之日 是无所不備 是什么都有的 他还要经过这么多年的历史 看到人类的所有的历史 知道了我们的生活的记录 我们凭什么可以斗得赢他呢 我们是初歌而已 斗不赢的 但是为什么仍然可以凭着笑 那么来对抗这个 这么不能匹敌的对手呢 因为生命之中 有上帝的参与 在《但耶利书》第七章 如果没有上帝的参与的话 人子不来的话 我们就只见到这个四巨兽 然后生命当中 只能够在波涛空涌之中 在四方抖起的风 在一个海浪的 在一个不稳定的危险的地方里面 熬了多久就熬了多久 是这样 但是人子来到之后 就不一样了 他带来我们有审判 接着去到第八章 这个天象之君 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我们发觉 带出来的结果就是 胜所就必结症 接着去到第十章 我们就见到 这位是一位大君 出之开名了 就是美加勒 天使祖美加勒 他原来不只是金头银空和福铁腿 就是这个四大帝国 巴比伦 马特波斯、希腊 罗马的时候 在那里游走 他直接是 灌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他是掌管历史的神 都掌管我们个人生命历史的神 你有没有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的主在 那便会影响到你的生命的结果 刚才 就是Kurtis长老 他说得很清楚 在第十章里面出现了一位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弥加勒 他帮助天上的使者 来帮助弹尔尼 去鼓励他 去支持他 而也说得很清楚 在圣经里面 神也是做同样的工作 来对抗魔鬼 例如在哥罗西书第二章 二章第十五节 他这里说的是这样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老来 明显给众人汗 就仗着十字架跨城 现在说的是耶稣基督 也是这位迷迦 他所表现的就是将所有地上的政权 所有的影响力 将他老来 降伏于自己的权下 令到一切的人 事都是在神耶稣基督 他自己的执掌下 正正是让我们了解到 耶稣基督为什么他会有权柄 可以掌管一切呢? 因为他表现出 他是一个神的姿态 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第三十一节 里面有这样的描写 他说到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民来 归向我 这个正正就是告诉我们 在神的旨意当中 万物都要服起基督的脚下 而面对着一个这么大的改变和挑战 魔鬼会不会这么容易把他的权交出来 绝对不会的 对不对? 所以在圣经里面 你看得到在但儿理书 他描写的那幅图画是多么的惨烈 为了要让真理是得性的话 他说上帝要付出多少的心、精神、时间 而我们在参与的其中 我们又要如何去体现这件事 预备自己的心 圣经再一次强调 耶稣基督已经是掌权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灰心、不要软弱 就算今天我们受到任何挑战也好 耶稣已经是不胜了世界 将魔鬼制服于他的底下 而我们只要肯坚持站在耶稣基督上帝那边 我们也是属于不胜的那群 在《大二理书》第十章里面 第十三节也好 第21节也好 两次提到米加勒 是帮助我们能够胜过那些魔军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是注视着 我们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 而这个世界也按照上帝的预言 是一直在进行着 今天我们也到了世界末后的时代 这个当然应当喜乐 因为耶稣就快回来 但是基督福临安死日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有一个责任 就是将这个信息 告诉世界上的人知道 今天我们研究学科 就研究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研究的题目 就是 《从北方和南方到美丽之地》 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祈祷 好啊 慈爱父神感谢你 感谢你让我们知道 有一位爱我们的主耶稣 也是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 也是愿意帮助我们 我们是圣过困难的主耶稣 主在这个善乐大斗争之中 我们唯有引压主耶稣你的手 靠住圣灵的感动和帮助 圣过所遇到的一切困难 主是原理帮助我们 帮助所有爱你的人 都能够圣过魔鬼 等主耶稣荣耀回来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能够欢喜化乐 迎见主祢 以上 能够圣过了奉靠主耶稣 基督圣明祈求 圣心所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